颤抖的手拍下在诊疗床上的一切 女学生在网路发文 18岁的她原本期待要过大学新鲜人生活 没想到突然发病确诊巴金森氏症 从此面临颤抖的日子 根据国发会数据统计 在2025年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罹患退化性疾病的长者也越来越多 巴金森氏症正是台湾肾行率第二高的神经退化疾病 巴金森氏症主要就是一个老年人的退化性的疾病 那大概她发病的年龄最常见是60岁 她主要就是动作会变得来得比较缓慢 身体可能就会比较驼背 然后脸就变成比较僵硬一点 那还有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手就会赞投这样子 简单的哦 1500加3600这样多少 1500加750 85 OK过关 每年4月11日是世界巴金森日 台大医院也举办户外闯关活动 鼓励巴金森市症病友走出户外 除了锻炼病友体力之外 还能兼顾大脑认知功能的训练 巴金森的病人 他不能够像正常人走到那么健康 但是我就可能扶着椅子 坐在椅子上 我可以做伸展 然后只要你做的运动当中能够持续 一天能够做30分钟 但一分钟很长 没关系 每次做10分钟 一天做3次 然后运动当中 然后达到心跳 要达到有点功能 让一点微喘 心跳在110下左右以上 比如说达到心肺功能 就叫运动生理学 运动达生理改善 才有功效 虽然巴金森市症 目前还没办法完全治愈 但透过积极治疗 正向面对病情 加上亲友陪伴 18岁就被诊断 确诊巴金森市症的女学生 与病共存三年多 现在已经能够回到学校正常上课 她也像病友喊话 只要跨出第一步 就会相信自己其实做得到 我是18岁的时候确诊 但我现在21岁也回学校上课 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我很奇怪 但是到后来就是慢慢别人知道 我有一些生病之后 学校同学也发现了 他们就是会给我一些帮助 就比如说我没有办法 就是写字很快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帮我抄笔记 或是再帮我就是复习我忘记 或是我来不及记起来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要让别人知道 自己有这个需要 就是虽然很困难跨不出去那一步 但是跨出去第一步的时候 会觉得我其实做得到 我觉得家人的陪伴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也是因为妈妈这样子 一路陪着我走到现在 我才能重新从家里走出来 然后回到学校去上课 根据健保资料统计 罹患巴金森市症的患者 每年都会新增2000多人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要帮助病友恢复正常生活 台湾巴金森知友协会 也提供病友不少帮助 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能够提高 这个大家对巴金森市症的 这个很特殊的疾病的认识 然后能够让更多人能够了解 这群病友他们所遭遇的问题和困难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推广这个巴金森知友协会 能够让更多的病友走出来 勇敢地面对这个疾病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医护人员 在这个巴金森知友协会里面 但是我相信在这里面 其实病友互相的扶持 跟互相的帮助 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黑猴健康赖新平张红伦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